今天我想谈谈十二星座在八月份的影响。 八月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月份,我一直在告诉你们,从现在到年底都要做好准备,有很多事情需要关注和期待。 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你的星座。 记住,我使用的是沸陀恒星占星术,而不是更流行的热带西方占星术。 如果你的月亮或上升星座在白羊座,这意味着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二宫,这里是财务、金钱收益和家庭的宫位。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是你这个月的关注点。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赚钱,但同时也在花钱。 火星意味着你花了很多钱,这可能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但也可能意味着你不得不花你没计划花的钱。 很多钱进出,还有很多家庭活动或事情需要你参加,可能有需要修理或处理的家庭问题。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水星、金星和太阳本月都在你的第五宫,第五宫是你的创造力宫位。 这很好,因为这是你真正可以审视自己想做什么并进行创造的时期。 如果你有孩子,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因为这个月大部分时间水星都是逆行的。 你需要处理这些问题,但这是一个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时候,看看对你重要的是什么,发挥你的创造力。 也许是时候写点东西了。 对于你来说,这个月特别有趣,尤其是在财务和职业前景方面。 利用你的创造潜力,创造新事物。 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金牛座,那么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一宫。 这会给你这个月带来很多能量、推动力和动力,但要小心,这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发生意外。 虽然有木星的保护,我认为你会没事。 这是你真正重新发现自己的时候,进入一个全新的自我世界,变得强大、自信。 现在水星秘行和太阳金星在你的第四宫,这里是你的家庭和家居工位。 这意味着你可能会修理家中的东西,或者购买新家具,有很大的家庭重点,甚至可能涉及到车辆。 要小心你的车子,可能会有机械故障,希望你有保险。 水星秘行在汽车和家中的机械问题上是出了名的。 要谨慎注意,但有金星在,你可能会想购买一些新的家具用品,或者重新装饰房子,做一些有趣的改变。 但是,关于家庭的某些事情会发生变化,如果你的母亲还在世,你将会与她有更多的联系,即使她不在了,你也会从另一边与她联系,你会更多地想到她,并有更多的连接。 如果你有双子座月亮或上升星座,这意味着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十二宫。 第十二宫是深层精神宫位,这是一个进行精神内省,连接和提升你的心灵能力的时期。 另一个关于第十二宫的事情是它涉及你的睡眠,所以火星在这里可能会干扰你的睡眠。 你的睡眠质量可能不如平常,可能会有噩梦或其他事情打扰你的睡眠。 第十二宫还涉及过去和过去的敌人,所以如果出现需要你与过去的人或秘密敌人解决或治愈的问题,我不会感到惊讶。 这意味着你需要确保安全,始终保持门窗所好,确保自己有保护措施,不要在深夜进入黑暗或危险的地方。 另一个事情是你可能会在这个时期被迫出国旅行,虽然需要小心,但我认为这对你可能有利。 现在水星在你的第三宫,这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短途旅行需要你去进行。 注意,因为水星逆行期间,一切都可能变得混乱。 带上很多书籍,因为旅行过程中可能会有机械故障和延误。 出门前务必检查是否带齐了所有东西,比如钥匙、手机、钱包,以免陷入水星逆行带来的常见烦恼中。 如果你的月亮或上升星座在巨蟹座,这意味着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十一宫。 第十一宫涉及朋友、团体和组织,这意味着你会结识许多新朋友, 你会非常有动力去参加社交活动、聚会,甚至在线上结识新朋友, 其中一些可能对你的人生有重要影响。 水星逆行在你的第二宫,所以在花钱时要小心,避免过度消费或后悔购买某些东西。 第二宫涉及金钱,但同时也涉及家庭,所以这个时期可能需要与家庭成员讨论和解决一些问题。 如果你的月亮或上升星座在狮子座,那么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十宫。 职业前景可能非常有趣和紧张,但对你有利。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和职业发展的时期,可能是你寻找新工作或升职加薪的好时机。 水星在你的第一宫,所以你会思考更多,精神上更加活跃, 但水星逆行时你可能会改变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这没关系,只需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太阳和金星野 在你的第一宫,这会给你带来力量和自信,所以勇敢追求吧。 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雏女座,这意味着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九宫, 这可能是旅行的时期,可以去度假。 我知道水星逆行期间旅行可能会有麻烦,但一旦你到达目的地,放松享受假期。 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九宫,这也可能促使你进行更多的精神学习。 第九宫还涉及你的父亲,所以你可能会与父亲有更多的联系,甚至去拜访他。 如果他不在了,你会更多地想到他。 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天秤座,这意味着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八宫, 这是一个深度内省的时期,涉及心理学。 你可能一直在努力进行重大的变化和转变,现在是实现这些变化的时候了。 火星和木星在这里,可能涉及他人的钱财,可能是伴侣的钱财或继承的遗产,甚至是保险赔付等问题。 这个月是一个深度内省的时期,深入了解过去的很多事情。 水星在你的第十一宫,你会发现朋友会来来去去,可能会结识新朋友, 甚至与一些年轻人交往,他们可能会给你带来信息或教诲你很多东西。 由于水星逆行,朋友关系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你会遇到新朋友,因为太阳和金星也在那里,所以会有很多会议,庆祝活动,派对和社交活动。 尽情享受吧。 如果你的月亮或上升星座在天蝎座,那么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七宫,第七宫涉及关系,爱情和浪漫。 如果你没有在一段关系中,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非常热情的人进入你的生活。 但与此同时,火星在那里,可能会在你当前的关系中引起一些波动。 你需要看看哪些方面不顺利并加以改进,这就是这个时期的意义所在。 水星会在你的第十宫,这意味着你的工作和职业可能会发生变化, 甚至可能是你的老板或公司会有一些重大变化,因为水星会来回逆行。 另一个可能是,你可能会换工作,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个适合开始思考并行动的时间。 你可能还会因为工作而旅行,所以准备好迎接这些变化。 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射手座,那么木星和火星在你的第六宫, 这是一个改善健康的好时机,你可以通过注意引。 时和锻炼来使自己变得健康和强壮,再次对自己感到满意。 工作场所可能会比平时更具侵略性,你可能会发现同事有所变化。 或者,如果你有自己的业务,要注意员工,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帮助你, 但也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为火星在那里。 水星会在你的第九宫,这可能意味着一些短途旅行,或者是长途旅行。 第九宫代表旅行,水星逆行时意味着变化,所以你的旅行计划可能会改变,甚至在最后一刻变化。 可能是飞行时需要改道,不同的变化或混乱,延误或挫折,但这看起来可能是一次不错的旅行,尽管开始时有些困难。 这个越多花些时间阅读,尤其是阅读有关精神方面的书籍,可能你会更多地与父亲交流,如果他还在世。 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摩羯座,那么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五宫。 第五宫是所有类型的创造力,你会想到新的点子,这是非常棒的。 尤其是如果你想创业或成为企业家,你有很棒的新点子,要注意并加以利用。 另一个可能是,如果你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这可能会带来怀孕,或者孩子可能会介入你的生活,或者你已经有的孩子,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让你非常忙碌,这可能不总是那么容易。 此外,水星在你的第八宫,你一直在对一些你想了解更多的事情进行深入研究。 因为水星实际上是唯一在第八宫表现良好的行星,它引导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但我觉得你的某些研究和项目可能会倒退,你可能会改变方向,因为水星逆行,这可能一开始会让人沮丧。 但总的来说,到最后你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需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所以,如果你的上升或月亮星座在水平座,那么火星和木星位于你的第四宫,这与房地产和财产有关。 这将是你可能找到新家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搬家的时候,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事。 否则,你可能会翻新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你的环境,甚至可能购买一个额外的地方。 但这个月,关于房地产的某些事情肯定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的母亲还在世,你会更多地探望她,你无法避免,她会要求。 如果她不在世了,你会更多地思考过去和你的母亲。 这也可能是你在考虑买一辆新车的时候,但我建议你等到水星不逆行时再买,因为在水星逆行期间买车有些不妙。 不过,有时候在水星逆行期间,你会被迫买一辆新车,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注意这一点。 现在,水星将在你的第七宫逆行与太阳和金星一起,这是关系的领域。 你会发现你和伴侣之间有一些深刻的对话,或者这个月你可能会被某人吸引。 关系在开启,你正在向人们敞开心扉,你在与他人建立联系,即使是商业伙伴,在这个时候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要意识到你们谈论的内容和你们的联系方式,你可能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水星逆行,与他人谈开,达成互相理解的状态。 如果你的月亮或上升星座在双鱼座,那么火星和木星在你的第三宫,这是旅行和学习的宫位。 所以,你可能会参加一些新的课程,或者进行一些旅行,基本上这也意味着你会经常开车。 所以,也可能是通勤,但通常是短途的开车旅行,但也可能是飞行去一些地方。 所以,我希望你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会学习或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探望你的兄弟姐妹。 也许这是一次去看望姐妹或兄弟的旅行,如果他们不住在你附近,或者这个月你只是与他们联系更多,即使是在电话上。 如果你一直想开始写作项目,现在是个好时机,水星在你的第六宫秘行,与其他行星一起,这里是工作宫。 所以,你一直在忙于工作,日常工作场所的事情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有点让人沮丧,但没关系,这是清理和变化的时候,甚至你的员工在这个月可能不太负责任或不太可靠。 所以,要注意你的健康,注意你吃的东西,这很重要,并且真的会影响你的感觉,健康和康复。 至此,我已经覆盖了所有十二的星座,你现在知道了八月份的预期。